2016年12月28日 第30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本届晚报杯共有来自全国各地晚报代表队 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代表队 共64只 192名棋手参赛 规模空前 1988年 北京晚报体育部联络心灵晚报 阳城晚报 金晚报 倡议举办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赛 从此晚报杯每年一届从未中断 晚报杯名为业余大赛 实为职业棋手的摇篮 30年来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新人 儿时的鼓励 谢鹤 石岳 周瑞阳 唐伟心 联校等抢手都参加过选拔赛 并在晚报杯中 得以锻炼 作为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的王鲁南 也感受良多 我一直这么认为 这个一个像运动 或者像我们这样一个棋类活动 围棋的参与者 这个一方面当然有一些职业的高属 对吧 这个也算是一种代表 大家很关注 但是更多的是大众 我们晚报杯呢 我们晚报杯呢 他所这个参与的群体 或者说代表这样参与的群体呢 他是我们的广大的业余爱好者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业余围棋 那当然是我们的半壁江山 甚至一个更重要的半壁江山 我们希望吧 能够把围棋更多的 能够推进千家万户 让更多的小朋友 我觉得是小朋友和年轻朋友 他们能够接触围棋 了解围棋 在围棋当中能够不断地 体会一种人生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正是因为业余围棋的广度和厚度 成就了中国围棋今日的辉煌 晚报杯作为全国业余围棋联赛的 一面旗帜 其地位不可撼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文凭论道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 是2016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 三番棋决赛的决胜局 这决胜局是由两位中国棋手会师了 一位是科捷九段 另外一位就是陀加西九段 由我和刘老师为大家一起讲绩 好 这番棋是在韩国下的 对 是的 因为三星举办的 所有关亚军都在韩国下 没错 是这样 这个在中国棋手 关亚军还是 我们感觉到中国实力还是比较强 科捷现在又比较火 对 等级分第一 那么跟陀加西 陀加西现在第二 第二 所以两个也代表中国的最高水平 没错 好 我们来看这番棋 此前他们两人战成了一比一平 对 科捷的黑棋 到了决胜局 对 一比一之后 这是第三局 第三局也就是最后的决胜局 没错 是这样 那就是谁赢了就得了三星 白棋挂 对 这盘棋在韩国进行的时候 我想这个韩国棋手心里可能不太好说 因为是两位中国棋手包来了关亚军 对 像下的这个时候呢 是比较普通 过去呢 小林里外都是走这个 像这样的是最常见的 或者柴尔或者走这个 这是最常见的 居多 是吧 对 这个是太 这都普通布局 也都是经典的布局 但是现在呢 它是直接打入 直接打入 这是科捷 直接就打入了 这个打入呢 之前也有人下过 对 之前像高手啊 朴廷环 他们都一些下过之类的 朴廷环跟唐伟欣的 对 也下的这个棋 但是呢 后来的结论呢 实际上是 觉得这打入是不是不太好 有点过早 还是经典的那个 比较 比较合算 这个棋呢 应该说 有点早 但是呢 柯杰啊 这个可能是 也一个想试试 有个性 也个性 或者说 他当时也可能 当时就 对这个 因为忙了旅途啊 他没对这个 并没有研究的太多 对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一路下过来 这就是一气呵成 走了快半盘了 这 黑棋就 这个也不走 也不行了 就直接就捞实地了 对 哇 这个把这个 实地跟外事 就是彻底实地 彻底外事 这个捞得比较足 捞得有点过 这个 说白棋呢 就是说 这么早 让白棋 一到后皮 就是这样 白棋大概要中间走一个 这个下法是有 但是呢 现在呢 说这个 喜欢下白的会多 我觉得这后是这么厚 这一大早就成了 这黑棋的木 都是二三路 这实在是没觉得 有多大 你觉得白的还是可以 那我很赞同白棋 尤其是武功 他喜欢白棋吧 他肯定觉得这黑棋下的不是棋 都喜欢白棋 宇宙流 就是实地跟外事相交换呢 是可以 但是呢 其越早啊 后啊 它有可能 就是后事一方越容易发挥 对 因为它早拿到后事啊 它后面的影响棋局的进程 这个后事跟实地一般是要成比例的 对 这不能说 那对后事特别厚 然后这个以后可以扩张的地方也特别多 这个就是有一 这个从小时候 就这么说 就三路跟四路交换 对 是应该说是白棋还行 是 但是如果捞四路的话 是捞四路的一方 挺合适的 就是说是这个线呢 你看这是四路跟三路 就是说这是三路 这是四路 这是三路交换 那么现在像这样 当然是棋局应该说 这是也还早得很 应该说也都有人这么下 应该是当时也都差不多 但是后面这个怎么掌握的问题 现在普普通通挂一个 这是非常简单的 是吧 这个托家庆呢 就小飞一个 这个小飞 这个最近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对 但是呢 这个时候啊 其实像在过去 我所了解 武功啊都是尖一个 哦 都是尖 我以为你想说跳一个 跳一个当然也有 但是武功的下法都是走这儿 要走大模样 他的套路是这样 挡一个 要这么下 这是过去我们那个年代啊 就是这个是巨多的 你冲断我就贴了给你作战 那我正好大势都发挥了 你爬呢 我也是长 这样呢 比较宽广 对 反正你打了 打入呢 你有可能活一边 但是你不可能全活 就是这样的话 要撑就彻底撑大 这个是比较符合武功的 这种做大模样的 他的思维的结构 那么像这个时候 你往回说一个呢 又成空又成大事 又容易矛盾 容易矛盾 但是呢 最近都喜欢实力 这是惯性的 这是比较好掌握 这样呢 可以一起走一个 所以要是现在看 我看还是武功 还是对的 他这个研究那么多年了 武功是吧 他这个下方还是对的 我觉得这样还是对的 其实我知道很多 就是当年学棋的棋手 有很多都是 武功老师的崇拜者 就是很拥 特别拥护他的招把 对 这个也可以 是的 或者这个也都是可以 对 这种都是可以下的 现在往这走一个 那黑棋走这个呢 那就显得你这个 有可能啊 就发挥的效率 没那么高 没错 有可能 但是这样一坚冲 是个要点 很好 我认为 这个坚冲好 对 坚冲 它是贯彻了整体的模样 这个挺好的 坚冲 以后防这个断 那么白棋长一个 黑棋飞 黑棋飞的 这个飞呢 这个柯杰也说 这个跳一个 是不是也有 当然跳 你管下来 那么黑棋补脚 那么白棋走这个 当然也是一盘棋了 但是呢 你这个飞必然也是不小 是吧 走成这样 要说 棋局仍然还很 很早 我只能说 我觉得柯杰 他可能是有针对性的 因为陀佳西 他很不喜欢下大模样 他几乎同样不下大模样 有这个 是 有这样 从未下过 你掌握不好的东西 你不喜欢的 你厌恶的东西 我反而让你下 对 给你 这就是棋手的心理战 陀佳西他擅长什么 他擅长在人家的模样里面 做活 打入 是 他特别擅长那个 做活 所以这其实让他反过来 他可能有点不适应 不舒服 我觉得 对 对 这也是一种心理 他飞在这儿 你看这个招 那就 看这个好坏 咱们就 不好 然后他接下来 他打入了 对 这是 这还不算太大模样做 但是也是个普普通通 你打我一个 我又打你一个 当然也不小 我觉得现在打入也是很大 当然你要说武功的话 可能他是这个 对 他觉得可能应该往上走 武功最擅长是这一类的 就是这个 这是最普通的 对 这过去的大模样的 这种套用路数都是这个 其实我现在觉得走这个也是可以 我也觉得是 是吧 对 这个还是可以的 可能您当年就学习的时候 或者是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 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思路的连贯性 就整体的棋子的配合 对 既然大模样就要继续贯彻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下的 对 这个 但是呢 我怎么觉得 他家喜欢打入 就像你说 对对 他不喜欢做大模样 他就喜欢这个 打入 他也不分这个场合了 就这个 就这样他掌握的时候 就安理说模样 最起码也要 就这样 然后 或者是这样一下 或者这 这部感觉好点 这个呢 比较照顾实地 他是这样 这个好坏也不能说 我们只是这个 观者啊 这个应该说这样下呢 白旗也不视为 这个坏 你说呢 这个你应该说 也是大形式 还是不错 只能说跟前面的 还是可以 对 跟前面的就配合 看起来有点怪 稍微 这个压过来呢 这个形状 比这面可能还好点 这个旗 白旗 只能拖 它搬 活成这样 活成这样 这个旗呢 到现在为止 应该说黑旗 你这个模样啊 没有继续扩张 那黑旗应该缓过来一些 缓过来一些 可以说 你现在的情况啊 要注意这个段 对 或者在这里 来一个 白旗刚才这个尖中长 我现在明白 它不是为了扩张模样 它是为了防这个 对 防断 对 防断 断一个也很严厉 很严厉 你就是防这个针子 断 断掉很严厉 大家粗粗一看 以为尖中长 是为了困张的意思 对对对 这个尖一个也可以考虑 你尖中 它如果走了 我尝一个 你大概再爬一个 它再爬一个 然后你黑旗 是顶了扳呢 还是就飞呢 我估计飞一个 可能是这样吧 这样呢 先把这个护一下 压缩一下 主要是防断 然后呢 中央 你比如说 你要再围 我再进来 这个黑旗啊 下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可能是 它这个捞的时空啊 可能就发挥了 你的 只要让你这个 削减了你这个后视 你没有巨大的威力的话 这基本上越走 你的威力越小 对 再走几步 中盘 到了中盘 你这个威力 就基本上消化了 这个我觉得 反而是黑旗不错 就至少是没那么 显得那么有压迫感了 现在走这个的话 被它 它先搬了一下 它是搬了一个 这搬当然是 你只有这个 没有断 现在不可能断 被人冲出来了 这是白旗的权利 是的 断上去相当严厉 因为断上去 你现在蒸紫是没有的 对吧 这是没有的 蒸不掉 蒸不掉 这个紫在这里 你蒸不掉 那你不能走别的 这不能被删呢 这被打一下受不了 对啊 你别的都没啥用 你所以只有长一个 现在 那你现在 如果先走了 就没这个断了 现在这个断非常严厉 对 这个断完之后 白旗就这么 给你贴出来 这有一个什么情况 做大 就是后事的时候 只要一有战斗 这个后事就无比的发挥 没错 它的利益 它马上就发挥 后事就怕没有战斗 如果我的后事 白黑旗都什么都是好的 你什么毛病没有 后事只为为了违困而已 那么你的后事就要大打折扣 对 所以这个时候一断 有了战事 那么你的后事都会发挥了 这个都 你的作用啊 倍增 你断 我就猴 这样的旗呢 就是说你现在 你比如说黑旗来补一个 那么被他一砸钉 这个死了 那了不得 是吧 这有点太巨大了 对了 这样我觉得 这个后事也不需要违困了 这已经一把控在这了 对 你最多是这样 最多是这样 那就算俗一点 就这样 最多是这样 对 就算搬一个吧 搬一个 搬一个 打了 把这个吃掉 这样 这样 那个太大了 对 连皮带肉都是白的 这吃的太快 你这个后就没 它没啥关系 这个旗是 应该说白旗 黑旗也不敢走这个了 不敢走 那么不敢走 那么这个旗啊 白旗就成功了 就这个断就 一断 马上这个旗局就变化了 这个时候应该说 白旗是有利了 白旗 之前还不够不好说 我觉得让它 兼冲完之后啊 可能把它的消化掉 这个白旗就不好找目标了 现在的目标明确了 你这个 那个首先 你得去处理那个旗 他也靠一个 对 靠这个 你看它都不用反击 也不搬 也不退 就挡住 正当防卫 给你脚 真的吗 就给脚了 它就给你了 对对 你沾上 对 给你了 然后它主要能断 这个旗就了不得 这个断一个 实在是有点无法抵挡的感觉 对 这个断一个 那面脚的 你看它都舍 你本来给你活 没事 这个断了一个之后 它这个都发挥了 你这个子是怎么办 你是逃还是不逃 这个 这个的后事 之前的投入 给你的实力 这个时候 才发挥它的作用 没错 发挥了作用 你现在 你白旗 你黑旗 这个旗 你中央 你得走 这个时候 白旗应该是好下 对 我觉得 这个黑旗真的是难办 如果你是要强硬的作战 那你这个旗 我尝一下 哪怕我不说压 我就算补一个 你都没 我这可能压也行 对 补一个也可以 是 补一个 你这个两个字 你拿不住我 你就不行 这还没活呢 对 这还没交代呢 只要作战 我这都发挥了 是 就怕没有作战 而且强一点 就这个压过来 这完全可以 禁不住我这扳呢 这扳完了 还有断 对呀 那这个旗是 很好下 这个旗 这个有力量 或者一般力量 这旗一断上去 那这个旗就 你就 这个算 这个也好算了 就明显 就这几路 这个对杀 现在 你黑旗 你不能长 你就只能这样了 他打了这个 其实本型可能这一类 但是这个 你亏太多 这个 是吧 亏太多 他是来的这个 扳 对 都就是因为我强 特别强了 这个旗 你拿它没办法 你压我就退 再压是后手 对吧 再压后手 再压我就补了 脱鲜了 扳我那猴 也没用 你打吃我就跟着走 打我就都 跟着你走去 反正我最后还断着你 是吧 他下得很强 他扳 这个时候的黑 因为你自身 现在有毛病 黑旗 现在怎么办 没办法 他这个二子头 被扳住了 动不了 他只能这样 对 只能这样 实际上你扳的时候 哪怕我沾上 给你尝 我再跳一个 就已经便宜的很多 是 已经便宜了 对 这个旗就已经是 这空能围成这样 这样已经比你这个好了 是啊 我的这个就已经发挥了 我都不信 这黑旗 这儿还能进得去 这个对 不容易进了 但这个旗呢 它更狠 托家西 抓住机会 长 我认为这个也是可行的 然后你贴 我再继续搬 这个旗就是为了 这个成空啊 它这个强硬的搬 然后强调这个段 你受不了 对 然后呢 你在我这里面呢 你怎么走没齐 它端一个 你这个齐 你看看怎么走啊 你我 我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先手 这只有第二个不是先手 然后我走这个 怎么抓 抓不住 这横抓 竖抓 都不行 你这么 就都这个 这个是不行的 这打持 蒸不掉 蒸不掉 这种 打持我拐出来 那么你再打一下 也没用 它长 再来一下 也没用 再打持 我提掉 你再打 我再 我再跑 还是蒸不掉 我再尝也行 怎么蒸也蒸不掉 反正横蒸树蒸 都是蒸不掉 对 你尝我就尖 这个齐啊 就是说 完全是把这个后事发挥 发挥到极致 就这样的齐 像到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给他出主意啊 当时想啊 我说是不是会 你在这先搅一搅 能不能这样 但是这被人家断一下 对 就害怕这个 这是要还是不要 害怕的断 这齐心是要还是不要 对 因为你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断一个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个他又担心 对啊 又担心 这两个子吃了太大了 这实在是中间 那就等于是 你要转换 不知道怎么 这个齐啊 就黑齐不敢下 这个 这个时候是 不敢下 要你最狠的就是这个 那不敢下呢 他是走的这个 他断一下 白旗战舍 对 然后最后的结果呢 是他还是惧怕这个断 回了一下 回了一下 他被人家断一个 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一路下来 白旗便宜了 是 真的是 把黑旗压缩了 这个太 从这个 从这个段开始 你看白旗的 这全部 都要成空了 都要成空了 没什么损失 那边只是让你脚上进来 那个脚上还有 白旗有利用 对啊 现在走成这样 白旗应该说是 胜利在望 没错 我觉得这个 陀佳戏是不是觉得 三星杯已经拿到手 对 三星杯很大 很诱人 现在呢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要稍微的冷静一点 或者是你 这个是一般分次 对 一般分次 基本上 这完全可以了 这围就成这样了 或者像我老实一点 我说这样 这个就更看得清了 你打我就提掉 这个就已经够了 你围这点 哪有我这个打 而且你这个 我看得更清楚 这一样 基本上 这能跑的就好 这基本上就没有跑 是啊 这个看得非常清楚 对 就黑旗是无路可逃 嗯 这个败局基本上定 那么这个两个下法都没采用 因为这个也是杀的兴起 他就往外尝一个 尝在这里 尝在这里当然都成了 那当然好了 对 你这个 而且我这以后还钻你都能一步到这 一步都能到这个位置 这更厉害 这个棋呢 就是那就柯杰实在是 他也不可能再去守这个 他也不能再忍了 就是这里面如果被摆起围上 那这个胜负也不用再谈了 我觉得也 这个棋 我要是应该是回来一下 也有点过了 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最佳 分错 或者这个呢 就是基本上定性 就是稳当一点 比较稳的 如果是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 选哪个 你选哪个 我肯定下这 我觉得这里面 你要能活的话 不容易 对 我这盘棋输的也值了 这如果能活 我输的是值的 我的意思 走这个就已经形势好了 已经够便宜的了 那走这个呢 就稳当 只要你活不了 我就拿下 就完了 那么走这个 现在看课节了 当然这个棋 实际上从平行而乱 即使走成这样 也是摆得好 对 它是必须要尝了 是 尝完之后呢 这中间的味道就多了 你得补了 把棋跳补了 对 这里面确实煎出来 有各种的利用 煎出来 这有顶 这里面的味道不对了 再补一个 但是本来你要在这就没事了 在这 这个棋呢 走这还没问题 因为我都是铜枪铁兵 你在我这里活 显得很渺茫 很渺茫 大家看得是不是很奇怪 那排了一排 这中间如果说你一个人要 马两只眼中间最少要用 十手棋 对啊 请问这两只眼到底要从哪儿 马出来 它 借用一点都没有 这看不出来 借用在哪 它到底要怎么活 应该说不容易 对 不容易活 是的 给大家留点悬念吧 这个接下来这黑棋 这两个子 它是必须要想办法 要做活 对 否则这空根本就没法看 那么究竟会怎么下呢 它这两个子要怎么处理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思考一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 是2016三星杯 世界围棋大师赛 三番区节胜局 由柯杰对阵陀家西 刚才能和刘老师 为大家讲到这儿 这白棋刚刚跳了一个 说这个白茫茫的地方 它到底要怎么去做两只眼 那要看科技的本事 这个活起来有点辛苦 太辛苦了 这个地方你在这中间跳 是肯定没戏了 是吧 那么它就来这个靠一个 它长 这个一般吃棋的时候 不要去 就立个 这是常识的 但是呢 黑棋就不拉到 它是要挡下来 挡下来 继续来在这里 要生事端 这个时候啊 应该说狠一点 那么我就吃你 狠一点吃你 就直接一点吧 反正我就是摆明了 要吃你 那么你可能是这一类的 那这样 那大家就孤注一掷 就看了 你可能我再往这跳 那么我再补一个 你可能搬一个 是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活得希望 但那就跳一下 有两个眼吧 这个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两个眼不容易 要怎么做 不容易 主要是那里有一牌子 你这往那边撞 怎么都是撞不出眼呢 这是 这个下法就是白棋大胆 你咬着牙就要吃 那就这么下 对 那就是吃完就完了 对 那就柯杰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他那个你得活 黑棋他也只有这一条路 那我就只能在这里面 只有这一条路 他是希望 对吧 那么这个棋呢 白棋最后呢 结果他没有这么咬牙子 他是在下这个决心呢 是怎么吃不吃呢 还是或者走这个呢 还是怎么的 下这个决心之前呢 他走了一个这个 对 他说我先脚上 让你先看看你 你脚上被我吃了也不行啊 这个话也对 那脚上如果被白棋 再加一手吃掉 那空啊 你就算活了 白棋形式仍然不错 没错 但是呢 这就生了一点变数 要是你要是自信的话 干脆就这么来 要么就这么冬天来一个 要么你就这样 是吧 要么这样 反正我肯定是觉得 这你要活 我肯定不答应 我一定得把它吃了 干脆这样算了 对 这个时候呢 这个稍微有点哆嗦 他觉得先看看你 这个时候呢 给黑棋的机会多了一点 黑棋不会再跟着走了 他那个 这面应该比那个大 他就 他走的什么 他是尖一个 这个是比较狠的 这个尖完呢 他主要先拽着你 毛病 你虽然这一场六是一个很厚 但是呢 我联系你拖先了 尖一个 这个棋呢 是白棋的联络就有点问题了 没错 你要是走这个 他会尖这个 有点讨厌 你沾这个 他我这 走这个 有点讨厌 白棋形状不对 所以说这样看起来的话 大家会为我走这个 刚才白棋常在这儿 还真是稍微 过了 对 有点过 你当时往回一个 我是觉得往回这儿 差不多了 对对对 已经十分了 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就不说八分 都十分了 现在走这个 白棋最硬的 也是这个下方最恨 最硬可能也是最好的 他扳 长是对的 不能断 断了被一吃出奇了 这个不行 挡不住了 这一扳就行了 这出奇了 不行 那只能是 这样退是必然 他这沾上 也是白棋的腰眼上 因为你这个必须要走 不然你沾被人一爬 被人一冲就断了 拐 这是最强的 可以吃 这个也够狠的 有的是先保留一下 我先把你关开 当然他中间 随便扔一个保留的话 他怕他沾上 怕他沾上 那他一个人又且打野去了 也在活 活了之后 他把那个吃了 仍然黑棋还不好 也有这一说 也不太好 但是干脆先把这个 断掉之后 不留退路 不留退路 然后再连回来 连这个 连这个 这个呢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不知不觉 白棋这个大后世 给他断开了 自身呢 你不能置之不理 如果你要再被他加一手 这个棋 你自身还没活 对 所以你这个不但要杀黑棋 还自身 你还有活的问题 我现在把这首棋 我回到这儿 那当然 好多 那当然 这个当然就是说 当然是这个也不还 虽然是有点脱离主战场 但是还不是败招的主因 还不算败 但是现在如果你要走的正确 还都来得及 能走对 现在最关键的这一招 如果你走这个 这个棋就本人 就还是黑棋完了 走这个如果说黑棋点上去 对 这个是 对 就这一招就杀手锏就够了 就把它断开了 断开就即可 然后打尺 打尺我粘上 这夹不死 这个就是因为 这夹不住 因为这个断不开 你这个走这个也没用 这都断不开 走它顶 走这个走这个 就是这个棋呢 就这一招棋 只要我给你分开 你两边活 哪边都不好活 就算活一边 你那也 也气也不够 而且这活完了 这可能 活完自然把这个带死了 带死了 那个也完了 也差不多了 这个棋就结束了 应该说走成这样 坨加息 只要你走这个 这两招一出来 这个棋基本上就结束了 我估计就马上就要快收子了 这招看起来也不太难 但是在那时 为什么没走出来 就是直接走这个 这个棋就非常没有变数 你走这个它就贴 它没变化 没有变化 搬这个会退 两头只断一边 这个大概最狠是这个 仍然是 只能走这个 这一段 也是 就尝尝尝这段 这个就非常清楚的 就把它杀掉 对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抵挡 如果你是 不管你走哪个 被我这班次 你即使活了 那个也死了 也不行了 这个也完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简明的 杀黑棋的一个套路 就是一个组合拳就基本结束 只要走这个 所以在这个时候 坨加息为什么没走 他是走了一个 他觉得是一样 他走的这个 他觉得都行 当这个招法都行的时候 这个容易出问题 这个时候 这个出了问题了 这个棋没想到 黑棋很顽强 他不走这个 走这个当然是一样的了 对 他往这边扳了 白棋 他能压一招 白棋先冲了 把这个断掉 这个棋其实不好 我就不明白 他为什么去冲了断 难道是打僵吗 打僵 可能找一个悉尼安 悉尼安卫 这两招棋是一个 损两个劫财 对啊 然后对后面的进程 也是有害的 坏气 这个坏气 跟后面都有关系 还损一气 损一气 不损两个 对后面也不好 这不应该随便走的 这为什么要冲了断一下 我就不明白 不知道 这是想安定一下心情 这一种 再靠一个 断紧一下 但是现在走也是没问题 但是现在走的这个 这是要命了 这一走 还长 对吧 这是黑棋压一个 黑棋压这样 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只能退 这就搬死 他走了一个实战的 这招棋还很管用 他走这个很管用 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往这 对 这招棋呢 你是这样断的话 是最狠的吧 对 但是他有一个这个打 他会这么走 断一个 现在还能断吗 这好像断不了了吧 这个啊 这个不好断 这顶一个扳死了已经 不 顶一个 顶一个呢 你大概走这个 现在扳死不行 他现在有个风 但是我这个棋有一个这个 哦 他可以先扳一下 先扳一个 这个有个啥 挡不住过这些 这个你不行 对吧 这个棋好像也不好办 这还真是 这看着黑棋越来越有弹性了 这样白棋不知道走什么 这个黑棋有棋下了 有变数了 有棋下了 我只能说吃人家一块棋 确实是需要很多 小心 真的要小心 这个棋有棋下 就是说要想吃掉黑棋啊 和刚才很简明的吃啊 已经不一样了 对刚才那个特别清楚 刚才特别简明 就没有什么变数 这个呢 至少变数就很多 而且是还不一定能吃得着 现在在这个时候呢 你断是最能见到的一招棋 但是断也不敢走 断这个 他是先挤了一个吧 对他先挤掉 挤了一个挤掉 而且这个时候 你其实黑棋这个时候 都有可能弃掉 都有可能 就已经比那个好了 没错 而且他 他要沾上 他要沾上 这个太狠 让你来 果然是够狠下棋 他这个棋呢 断不能断 他是走在这个 搬这个 搬一个的时候 黑棋现在单靠 对单靠的 单靠的 这个单靠呢 如果说你最狠的棋啊 是沾这个是最狠的 对 沾这个 然后那说 搬是白棋最狠的是什么 就单提 提掉 最狠 就不让他恰吃到这一项 对 这个是可能杀黑棋最有效 可能是 黑棋最要头疼的 但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黑棋依然是 依然 挺困难 活起来要累 不知道怎么活 他如果现在在搬的话呢 哪怕他就 就跟他实战一样 就都不行 更何况 他之前还有个打断 对他现在只能沾这个 再沾这个 是 没有办法的 对 然后再 比如说再点一个 也可以 再点一个 那肯挺麻烦的 看出来 还有 狠的话 你就直接冲断吧 也没有什么 直接冲断也可以 对 反正白棋气场 他不怕 直接这样也行 直接干脆就走 也没有什么 你沾上我就贴了 这就死掉了 那黑棋死得很清楚 走这我就提掉 也没有什么 这样就是说 也很简单 那么这个棋呢 出现什么问题了 他是走什么了 他走了个 沾这个 沾这个 这看起来像正形 这个不够狠 这个不够狠 应该沾这个是最狠的 这个呢 黑棋是斑的 对吧 嗯 斑的 然后 长 然后呢 他不沾了 沾怕你冲断 他沾这个了 这个要命 你断的话 他能够这样 你死了 嗯 这个棋 这三个子被断死了 居然 已经没得逃了 所以刚才 如果沾在这 就完全不通了 那不行 这一打一沾就行了 一打就回家了 沾上了 沾在这 现在在这个情况下 已经回 这三个已经 不行了 打吃沾上 对吧 回不了家了 打吃这个 他尝一个 也回不了家了 死掉了 这个没想着 所以这个 手软了一下 吃齐的时候 应该咬紧牙关 最狠的 没错 出手 这个让了一下之后 他被他沾在这 他缓气了 对 缓过来了 对 一下子 这个齐白齐 没想着 一下子 就不好吃了 到现在为止 已经没法吃了 哦 这样 已经不好吃了 本来你要是 这个城里呢 还能够有冲打 还行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还能有 有效的吃吗 还能吃得要吗 这点一个 它是点的 是点的 点的话 它是粘了 对 粘在这 对 粘在这个地方 先 就粘在这里 粘在这里 这两个子 马上就要被断掉了 对 现在还怎么吃啊 是这样 这个齐呢 就你最狠的 大概是这一类的 它就粘在这 没有粘 它是断的 它是断的 它是粘在这儿还 粘在这儿 粘在这儿呢 它也许有担心 这一类的东西 拖一个 拖一个之类的 它就不是这样 粘它退 还有个对杀问题 它还担心这个 这样好像 齐心就有 残性动 你要这样 这样就打劫的 你要这样的 它又搬过来的 这样 你这个对杀 白旗就 就已经 不知道谁胜谁负了 这好像 不一定杀得赢了 白旗就已经很麻烦了 对 所以它粘是好齐 先粘一下 对 那么 这个时候白旗回头是爱 但是这样 它已经活了 对 已经活了 看得很清楚的火旗 而且是一个 大家绝对想不到 这块旗居然能这样做活 对 这个旗活 绝对是意外的 这有个斑 你不能点了 点这一斑 不 点一个它立下去 对立下这有吃 这有斑 现在是话语权在白旗了 不是在黑旗了 这黑旗了 有点惨 怎么走是黑旗的问题 黑旗吃的这个 白旗吃 白旗吃的这个 它糊打了 糊打 它粘住 然后做活 关键人家还先手活 这还得 这还有个护下去 你说的对 它活了不说 这简直是 活不是后手活 而是先手活 如果后手活 哪怕是这个旗 早先交换着之后 那么白旗再落个先手 在这补一个 仍然是白旗可下 补一个 就打吃走这个 白旗补 白旗可能还不坏 这还差一手旗 关键人家 现在目前到了这个时候 白旗要再走这个的话 给这就护下来 你再打 有可能发生变化 最主要这个你打不着 被它搬有可能 有可能被它搬了 现在这一招旗 如果先打着不打着 差很多 现在白旗是走到这个 它没办法 它只能补气 如果这两个没交换 这个是就会显得 打得很多 你没交换 应该先断这个 它粘住这个 这个都是先手走了 然后再打这个 这个就显得好得多 这个你也可以走掉 把它都走干净 而这个现在交换着之后 亏了 在打的时候 现在柯杰来击挥了 柯杰是这样 冲 白旗点 这下是黑旗是越战越勇了 我就看起来 这个旗呢 不但活了 是要吃你的 对你这个要冲击了 对 它刚才就是把你断开了 都已经 对对对 就都不一样 所以当初它这个旗也应该走成这样 这我很奇怪 我那断一个究竟什么意思 应该要走也是应该这个 要走成这样 这个呢 断了之后 走成这样 以后你这个提了之后啊 都是有 对它有威胁的 对啊 都得有威胁 现在啊 你再提了之后 它有活的 这是损的 好 这个时候白旗怎么办 它靠了一个 靠了一个 对 这个旗也有说黑旗 这个也有可能 但是呢 这个时候挡一个就已经很 这个时候 我觉得黑旗已经有点 是不是有点优势意识了 对了 这个是黑旗就已经觉得捞着了 有可能 打吃 打吃的时候 又是黑旗下狠手了 这个时候在柯杰的手里啊 在他的话语前在他这儿了 他就走这个了 他出手狠了 我不得不说 这柯杰还是很敏锐的 确实 对 这招其实对的 如果你只是这个 我看黑旗白旗啊 仍然是 这是活了之后 你这个有可能落后手 把那个再吃掉 这个白旗仍然是可以 对 而且黑旗要赢下来很难 或者说白旗优势 都有可能 但是在这个时候 黑旗这招其实是个杀手键 是很厉害的 你这个变成了一个 这两个交换 这形状让你太难看了 只有沾上 黑旗还有更狠的 他关键他还步一步绕的 我以为他就搬沾两下 然后发现他还要冲 对 这个太狠了 这够狠了 如果你要是只是这个在这儿 够狠了 那么白旗把这个沾上 这个还是白旗啊 你这儿有跳眼 这儿有尖出来 仍然是还是白旗是一个很很能扛的一个局面 还是能很能战斗的局面 但是他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叫做迎头的痛击 这个太狠了 对 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旗他现在能 把这个吃 吃这个 他只是白一个 对 加一个 加一个 他把这个吃了 对 他把这个吃了 但是这个是白旗 后手 得花一手旗 你走这个 我走这个 你吃我 现在这个旗抓掉 那么他 黑旗回过头把这个走了 但是这个旗呢 我抓在这儿之后 你这个旗 等于是我已经全部吃掉了 在这个 这样的旗啊 这个旗呢 就是你粘上 我粘上 你靠我吃 这个都是死的 对 所以你最多是这样而已 是 这全部黑旗 而且这个 旗掉被人家打 还没吃 这个是笋了 旗掉它可以提这个 对 这也是活的 这里面得花两手吃干净 对 这个 就是变成笋的了 那本来这两项没有的话 就是直接 单旗它就活起来累了 是 活起来很累 它旗是 对 对 这就已经都不活了 现在这样的时候 这是肯定是 这个白旗就败了 你看多惨呢 这个被吃了 你只吃个这个干木 而且那个什么都没捞着 是 黑的比你的大的很多 现在那么怎么办呢 它是白旗顽强 它一看这个是 这个图是肯定不行的 对 最后 最后是他来了一个忍耐 靠 要求做活 对 只能委屈求全地走这个 但是呢 虽然是马出一个眼 但是被黑旗这样顺势 把这个都为完封 顺势给封住了 亏得太多 亏得太多 确实 亏得太多 然后黑旗再提过来 你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一路的战斗啊 这个完全没有想象 会成为这样的 但是白旗终于把这个打着了 对 他现在打了一个 这个时候 终于打着 他扑完了一提 黑旗气不够 对 他是站住 这个是能够 只有这个收获 值得安慰的地方 是 他活这个 跳一个 对 跳 他活了 这个算 这个算活啊 虽然还有个打结 但是这个忽略不计了 对 那么走成这样的 是黑旗便宜的很多了 这中间能活出来 就觉得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但是即使如此 如果你只是沾上 被他这个吃掉 这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这就是可想而知 前面白旗的优势有多大 对 这样并不赢 所以这个时候 黑旗啊 他是 他靠了一个 靠了一个 嗯 靠这个 确实这个局部 并不好杀 局部是这样 局部如果这样是活的 他煎 你煎这个 黑旗煎 是吧 这是活气 对 你最可能是这个 他做眼 对 你点他做眼 吃这个 他做这个眼 虽然说活得有点惨 毕竟是活了 这是一个眼 这是活的 对 你挡住他要沾上就行了 对 局部是这个是活气 那么所以呢 这个其白旗要想杀呢 他是 当然你走这个 他退一个也是 这儿有个家 这儿有个间 都是活 也能够 也死不了 所以可能是这个 他就是这么下的 但是这个结果好像不怎么样 结果看看啊 这个也是个很复杂 这个时候呢 也是因为前面这个白旗走损了之后啊 这个是白旗要想一个必杀 想能把这个杀掉呢 还能回来 但是这个杀不掉 问题在 这个挡一个马上又有个眼 他必须得爬 又破这个眼 因为这个挡一个 这要叫杀 这儿要做眼 你只是做这个 这是活了 是吧 对 这个眼是有一个的 这是活气 所以他是下面的 他必须得爬 但是最狠的是这个 最狠是这个 哦 他可以走这儿 就是说你走这个 我走这个 最狠的是这个 你搬了 我能爬过 哦 但是呢 这个棋啊 但是不是 人家这个先手 他也可以跳一个 对对对对 这个棋是有 他有他有先手 这个棋他是走什么来着 走走走走走这个就可以了 啊 还能弯一个 走走走走这个 这个棋我 团这个 哦 还有这招 嗯 这好棋 这个可以考虑 嗯 因为 如果这样的话 他只能硬破 你这个点 你不能抢这个 你抢这个 我这儿有个连班 对 他这个和这个都是先手 他先保留一下 不是他有这个连班 然后他只能打尺 对打尺 把这个尺 那这一打 那不是就麻烦了吗 这儿有个打 是吧 所以你也只有这个 然后他走这个 这个很复杂 因为 他只能这样 对 这个是不是有活了吗 强杀只能这样 但是成打结了 对对对 好像还是出棋 这个棋啊 那这个结肯定没法打 对对对 杀不掉 但是实战那个就不行 那爬一个吧 你这一跳就活了 跳这个 跳这个 跳这个是好齐 因为你不能被这个打断 嗯 他活一个 这一贴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 你这个如果斑的话 它这有个断 对 然后顺下来 提掉 对 这个 再一斑 这没法抵挡了 断一个被人家挤一个 对 你走那个它沾上 团一个得沾上 你团这个它沾这个 你冲断的 那个结缓好几期 是的 这不行 当这个时候 吃不掉了 吃不掉了 对 那怎么办呢 这就回头了 他在这跳一个 先试一下黑棋应手 黑棋算了 回房 对 白棋终于把这个提了 然后黑棋双一个 要挟一下白棋 要求你补回去 对 应该是补一个 先生 但是白棋呢 他觉得他得拼一下 他冲了一下 冲一下 糟蹋黑棋要吃它了 结果黑棋就这么吃它了 嗯 这可了不得 这看起来好像白棋 这块棋已经不太好活了 黑棋 既然要吃它 它就三准了 这个 再有冲断 对吧 然后把这个 就彻底吃掉 嗯 然后煎一个 对 这个就已经没法活了 这已经活死了 这没什么招可以 对 这个吃掉了 嗯 这块棋居然给他 给白棋 反而把白棋给吃了 吃黑棋没吃着 结果让黑棋一动手 他一动手 把他白棋给吃了 对 这个 这个是科捷厉害的地方 陀加棋可能是受打击了 对 我觉得这盘棋输的有点 他受到打击了 对 确实 要养伤了 因为陀加棋之前呢 已经拿过一个世界冠军了 但是呢 这是 这是他第二次 金世界决赛 应该说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这盘棋输的 确实是有点伤 有点伤 因为 就白棋 我们看中盘的时候 就刚才觉得他藏在这 机会很多 基本上黑棋 已经没有什么 这里面能活吗 看棋的当中啊 当时或者压分 或者都是看中这个白棋要赢了 对啊 但是万万没想到 后来在这么急 这么个 这个科捷太能绞了 确实是 这个他可能也是会 这个了解 陀加棋这个 这个会犯错 他的特点 他的特点 在这个地方 绞出棋 这个我们是没想到的 因为这个中间白棋 有好多个机会 都是可以一举 就是 就拿下 没错 没想到 这个科捷是顽强 我们给大家 重新再捋一下 这盘棋 就是黑棋 前面这个打入呢 普遍认为是还是 可能有点偏早了一些 反正不建议大家 采用这样的招法 觉得好像 白棋的后事 成得太早了 当然是科捷呢 可能也是针对 陀加棋的特点 他采取了这样的下法 之后呢 就是主要是 刘老师强调 这个其实都不是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关键在于呢 就是黑棋 被白棋断了这一下 那白棋呢 很狡猾 他之前先坚冲了一下 把自己的这个断点补掉了 这个打入之后 盖了之后挖毡呢 就是有个这个断点 但是黑棋他没有坚冲 他没有补这个断 被白棋断到这个 被白棋断到这个之后呢 这期 白棋可以说是建立的 白棋这后来一段呢 这个真的是一路 这后事发挥 那个时候白棋机会最多 对 没错 这个结果被黑棋击倒过 就自生活了完之后 把白棋这个支离破碎 搞得不行 最后白棋只是冲一下 试一下 结果他冻杀心 一下子给他吃 的确到这个时候 是肯定死了 对 这个时候他一冻杀 这个时候 你看这里没演 黑棋都很 都连后 像这种杀法 应该说柯杰是太熟了 你飞这个 他哪怕靠断也行 飞也行 都不行了 这个 这就是明显的死掉 现在是不行了 这个白棋 当时如果说不冲这个 黑棋兵的时候回防 被冲断肯定也不够了 也不够了 不是 空不够了 肯定是已经不够了 因为这损失太惨重了 对 如果说白棋想收的话 黑棋靠22的时候 他就应该顶了 那个时候也不够了 或者是顶了 坚硬了 对 那个时候被他这么个 搜刮成那样的时候 把这个弄得很惨的时候 就已经 局势已经反过来了 没错 没错 那么白棋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中间这一袋 尝这个 首先我们觉得 他只要尝在这儿 完全够了 还有就是中间这一袋 要点这个 要点 他这个 点完了再点 对 斑断他 对 这其实是很清楚的下法 就是黑棋基本上 没有抵挡的机会 还有就是他靠的时候 他站在这儿 对 这也是基本上黑棋 那个都是比较强 应该 既然走的时候 要咬着牙 一路走到底 下了决心不要更改 那样的话 吃棋是最佳 没错 吃棋的时候 就一朝到走到黑 不要吃了 一半又在犹豫 其实这个飞一个 是犹豫了一下 飞一个在吃那个脚 当然也还能够 还控制局面 没错 那么最后 这盘棋的结果就是 职业的柯杰 是中盘战胜的 陀佳西获得了 三星杯的冠军 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的 第四个世界冠军 好 祝贺他 好 再见